彭车少年之蓝色海湾之谜 第十一章 他叫彼得 煽动这头 迈克正在说 班尼 你再上来玩一会儿吧 我现在就下去 当然 班尼不可能回应 因为他根本不在那儿 天啊 杰西惊呼道 班尼去哪儿了 大家开始大声呼唤 班尼 班尼 然后仔细倾听着 那边好像有动静 维力指着远方说 像是班尼的声音 他可能遇到麻烦了 于是 几个孩子飞快地翻下岩石 穿过树丛 边跑边不停地呼唤着班尼的名字 正跑着 奇怪的一幕 突然闯入了他们的眼帘 只见班尼正和一个陌生人 坐在陷阱口 班尼 你没受伤吧 杰西大声问 我一点事都没有 班尼说 这位是彼得 我掉到了他的陷阱里 是他把我救了上来 亨利跑了过来 和两个男孩并排坐在一起 他问彼得 你一个人住在岛上吗 是的 彼得说 我独自在这儿 已经住了三个星期了 三个星期 亨利惊讶地问 你是怎么知道时间的 在树上刻记号啊 以前安德生先生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他刻了六个月的记号 他走了以后 我就只能自己刻了 每过一天 就刻一个记号 安德生先生是谁 杰西问 他是个水手 彼得说 我们的船撞上珊瑚礁沉入了海底 我和安德生先生便坐着救生艇来到了这座小岛 我们在一起相依为命了六个月 直到有一天 安德生先生去游泳 就再也没有回来 这么说 你在岛上已经待了将近七个月了 杰西问 没错 彼得答道 可你一个人是怎么生活的呢 杰西又问 我过得很好啊 彼得说 该怎么做 安德生先生都交给我了 彼得 快跟我们说说 麦克说 你是怎么发现那个山洞的 这件事说起来有趣 彼得说 我曾在书上看到过四个孩子生活在棚车里的故事 受到了启发 有一天雨下得很大 我在岛上找地方避雨 就发现了那些有盐的大石头 你们到小岛之前 我常坐在山洞里看雨呢 亨利巧声对班尼说 先不要告诉他 我们就是棚车少年 以后再对他讲吧 麦克看着彼得 突然发问道 那天的饼干是你拿的吗 彼得顿时不安起来 对不起 他说 我在岛上待了太久了 这儿的东西都不用花钱 任凭我拿 像香蕉 鱼 椰子 牡蛎 螃蟹 甘蔗什么的 都是如此 所以看到饼干 也就习惯性地拿走了 没关系 没关系 麦克说 谢天谢地 现在再不会有人怀疑 是我偷吃了饼干 亨利问道 彼得 你为什么之前不肯出来见我们呢 是害怕我们吗 是的 彼得说 安德生先生说过 要是在岛上看到什么人 一定要躲起来 不能让人知道 我在这儿 安德生先生 要你提防的 应该是危险的人吧 比如食人族什么的 亨利说 不过这附近 已经没有食人族了 我不清楚 彼得说 你们也有可能是危险的人啊 后来我观察了你们很久 现在可以确定了 你们都是好人 幸好我们找到了你 亨利说 虽然我们知道 你能照顾好自己 杰西说 但你不妨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 和我们一起分享食物 对了 我们快要离开小岛了 你想和我们一起走吗 那当然 彼得说 我想爸爸妈妈了 我以前住在波士顿附近 那我们送你回波士顿 班尼说 只要咱们的船一来 我们就会帮你找到爸爸妈妈的 嘿 小家伙 亨利说 别夸海口 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彼得 如果说有谁能找到你父母的话 那这个人非我们的爷爷莫属 麦克冷不定问道 彼得 你怎么这么黑啊 太阳晒的呗 要知道 我已经在这生活好久了 走吧 彼得 亨利说 我们带你去见纳斯和爷爷 彼得并没有问谁是纳斯 谁是爷爷 因为他对他们已经很了解了 他说 你们到岛上的第一天 我就看到你们了 那天我看到大轮船 简直吓坏了 你们找到海龟壳的时候 我也看到了 你们说的每一句话 我都听见了 后来我还看到 你们找到了我的船 当时我特别怕你们把船拿走 没错 我们听到你的哭声了 班尼说 我还纳闷 是谁遇到麻烦了 没想到是你 大家开始往茅屋走去 杰西边走边说 彼得 你居然还记得怎么说话 我每天都会跟自己说话 彼得说 还会跟我的小鸟说话 他会说什么话 麦克问 是他 彼得纠正道 我的小鸟是个小姑娘 他会说 早上好 晚安和你好啊 彼得 还会说 谢谢 是 不是 生日快乐 和小心 很热 真是知灵力的小鸟 亨利说 他一定经常陪着你 没错 所以我很爱老米拉 米拉 米拉是我给他取的名字 安德生先生说 他是支八个鸟 彼得 现在有我们陪你了 不是更好 维利问 那当然 彼得说 所以我才把班尼从陷阱里就出来啊 我觉得这是和你们认识的好机会 而且又没有大人在场 杰西说 真好 爷爷和内斯 肯定会惊讶万分的 不过他们并不知道 此时纳斯刚刚飞奔回毛屋 孩子们到家时 纳斯正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坐在毛屋顶上 继续修那个破洞 纳斯 班尼喊道 快来看 我们发现了什么 我们的谜团解开了 纳斯在屋顶上 看到了彼得 哈 原来是个小男孩 纳斯说 你们是在哪找到他的 奥登先生 快来看我们的小客人 奥登先生走到门口 向外望去 爷爷 这是彼得 亨利介绍道 他在小岛上 已经生活了六个多月了 奥登先生睡一阑珊 听了这话 他以为自己仍在梦中 生活了六个多月 怎么可能 他和我们一样 过得很开心呢 班尼说 美中不足的是 没有饼干 牛奶和肉吃 纳斯说 来 彼得 快坐下 跟我们讲讲你的经历 你是坐沙滩上的那艘救生艇来的吗 是的 先生 彼得回答道 六个多月以前 安德生先生 和我坐着那条船来到了岛上 纳斯和奥登先生对视了一眼 接着 奥登先生也走了过来 坐在彼得的旁边 彼得 我想多了解一些那次沉船事件 我只知道他是因海难失事的 你愿意讲给我听听吗 如果回忆让你太伤心 就算了 哦 没关系的 彼得说 我很乐意讲给你们听 也许说出来 就不会太难过了 那天深夜 我们遇到了一场罕见的大暴风雨 轮船颠簸着 撞上了珊瑚礁 最后开始下沉 船员们在船的一边 放下了三条救生艇 我和爸爸妈妈 以及安德生先生 坐上了其中一条 后来又上来了几个人 救生艇就翻了 大家一起掉到了水里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你父母得救了吗 爷爷轻声问 我不知道 彼得说 也许吧 当时周围一片漆黑 我不停地下沉 下沉 突然 我模糊地意识到 安德生先生 又把我拉回了救生艇 等我醒来的时候 就已经在这座小岛上了 从那以后 我们再也没见过其他的船 这么说 你的父母可能以为你失踪了 爷爷说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假如他们还活着的话 纳斯说 报纸上说 有一些幸存者被救了起来 并被送到了旧金山 是真的吗 彼得赶紧看向纳斯 说不定我的爸爸妈妈也得救了 可是他们肯定不知道我在哪 我和安德生先生一直没见到经过小岛的轮船 沉船的地方离这一定很远 爷爷说 是很远 因为安德生先生说他滑了整整一天一夜才来到这儿 我想没人能游得过来 对了 你们能帮我剪剪头发吗 亨利是理发高手呢 迈克说 维利从工具袋里拿出他的剪刀 递给亨利 亨利边剪边说 彼得 这些剪下来的长头发你还是保留着吧 总有一天 你会想再看到他们的 然后 他给彼得剪了个和迈克一样的发型 现在看起来帅多了 亨利说 彼得 你实在是好样儿的 能独自在岛上生活那么长时间 纳斯说 我想你是个勇敢的孩子 不勇敢不行啊 彼得说 真不好意思 我穿着这样的衣服 是不是很难看 大家这才注意 到了彼得的衣服 他确实打扮得很古怪 所谓的衣服 其实是大叶子做成的 叶子用棕色的绳子系在一起 很多根绳头在身上晃悠着 我原来的衣服 因为洗掉了一颗钮扣 就再也不能穿了 彼得说 后来 我只好用椰子壳上的线编了些绳子 把叶子系在一起当衣服穿 听到这里 迈克立刻站起身 跑向自己的储物盒 随即又跑了回来 向彼得摊开手掌 彼得看了一眼 不禁大声惊呼道 是我的扣子 他是在海滩旁边的一个小水洼里 被弄丢的 他指着扣子说 我后来怎么找都没找到 你怎么可能找到呢 是我们钓上来的鱼吃掉了它 迈克说 而我们又把鱼吃掉了 扣子能还给我吗 彼得问 我想留着它做个纪念 爷爷站了起来 当然可以 彼得 好好保留着它吧 亨利 你去找几件衣服 给彼得穿上 打扮起整了 他的心情也会变好的 亨利和彼得 立刻走进小茅屋 片刻之后 等他们出来时 彼得已经完全变了模样 亨利问纳斯 你估计海星号 什么时候会返航 天啊 纳斯感叹道 这么多天以来 终于有人提到海星号了 他随时都可能返航的 杰西说 其实我们一点都不想离开蓝色海湾 但是现在不同了 我们想尽快帮彼得找到他的爸爸妈妈 我几乎都忘记他们的样子了 彼得说 不过我肯定能认出他们来 爷爷轻声问 彼得 你姓什么 好恩 彼得回答道 好恩 迈克和班尼同时惊诧地叫了起来 班尼解释道 我们的老师就姓郝恩 我就说了吗 他的名字总会让我联想到牛 牛 杰西问 为什么会联想到牛 牛角是牛的一部分吗 班尼说 哈 原来如此 杰西被逗得哈哈大笑 你真调皮 彼得 豪恩 奥登先生慢慢地重复了一遍彼得的名字 似乎想起了什么 我爸爸的名字也叫彼得 豪恩 彼得说 这个信息非常重要 孩子 奥登先生说 我们会努力寻找他们的 不过你要有心理准备 你的父母也有可能在沉船事故中遇难了 明白吗 明白 彼得说 我刚刚还在想 假如回到家 他们不在了 我该怎么办 别担心 彼得 亨利说 你可以搬来和我们一起住 做我们家的一员 亨利刚说完 所有人都微笑着点头 包括奥登先生 彼得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你不是 我也是 你不是 我也是 这些是 阳